为了响应中国国家政策打击网络游戏成瘾的趋势 中国最大的游戏公司和社群服务公司腾讯 宣布从9月中旬开始将对王者荣耀游戏启用实名注册系统 该系统将连接到中国公共安全资料库 限制儿童和青少年用户玩游戏的时间 此举在世界最大的游戏市场开创了先例 王者荣耀是一款由天美工作室群研发的多人线上竞技游戏 在2015年发行 该游戏日活跃人数最高时突破了5000万 最高同时线上人数破了500万 总下载次数于2亿次 注册用户数也突破了2亿 在2016年的数据更显示了 此游戏占当年度中国手机游戏总收入的17.7% 但是在今年夏天 腾讯发布了自2005年以来首次的利润下降 并将下降归咎于越发严格的监管 尤其是关于允许企业通过新手机游戏盈利的时刻证的批准发放 但是针对相关的监管问题 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要妥协的趋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曾经提到 必须应对游戏成瘾的问题 尤其表达了对影响青少年儿童势力的忧虑 新华社8月份报导指出 习近平称儿童近视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在习近平发表评论过后 中国交易部宣布将限制新网路游戏的发行数量 并且限制青少年儿童玩网路游戏的时间 除了近视问题之外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 去年也刊文批评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容易令人成瘾 并且将其比作毒药 随后腾讯决定限制儿童玩家的游戏时间 12岁以下的儿童每天游戏时间为1小时 13至18岁的青少年则为2小时 根据腾讯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 新的系统将便于更准确地识别低龄玩家 并且更好地指导低龄玩家理智地进行游戏 9月初腾讯的另外一款游戏 魔物猎人世界 在中国上市后的当天内即被禁止 被迫执行下架背后的原因 目前仍然不明 虽然中国政府过去曾禁止多款 包含大量暴力、吸毒和性爱内容的游戏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李倩瑜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